你觉得没有朋友的女孩子可怕吗? 我今年奔三了,不需要什么朋友 相反呢,没有朋友让我觉得生活更加轻松 我呢,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复杂事情的人 我也从来都不会去刻意结交朋友 生活中我是那种不会去麻烦别人的人 但是我希望别人也不要来麻烦我 我非常讨厌复杂的人际关系 因为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疲惫 所以我宁可独处 我现在呢,就只有一个好朋友 而且还是在我工作之后认识的 那些同学,以及曾经一起吃喝所谓的好姐妹 现在基本上都不联系了 特别是在我即将奔三的时候 我越发明白这个道理 真正能让我开心的是我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而不是有没有朋友这个问题 我更在乎我银行卡的余额还有多少 我能去哪里旅游 能不能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 能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很多人说我性格孤僻高傲 只有我自己知道 与其投入这么多精力和时间 在人际关系上 不如拿来投资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一点 这个社会很现实 适去相投的人 是用不着你费尽心思去维护的 我相信 孤独是老天给质着的礼物 所以没有朋友也很正常 因为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人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人 孤独它就是人生的常态 好 好 感谢观看